娱乐之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贵圈今年跟孩子告上了吧 年初爽子地外开启了娱乐圈魔幻的一年 年终化成雨,年末了又被雷神之锤和红红之礼大瓜刷屏 这边话题里的错还没准完 那边好家伙,恋爱都没有官宣,直接爆出海滋瓜 话不多说,先来第一个 某时尚圈博主徐峰里发博爆料 某Z性小鲜肉选妃,贴着红色背书 却不合CK解约,还从华为转投三星 去时尚活动还要征翻,拍美装片,磨皮三个月 莫懂感恩,行业内人人汗大 自己后悔给他介绍时尚资源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从编辑记录和发出的信息量来看 就插爆张一新名字了 张一新团队反应很快 回应态度也很强硬 喊话该博主今早十点拿不出证据就起诉 今天凌晨该博主认怂华贵 表示自己只是听说 转大牌也是2015年的事情 张一新工作室转发表示博主跟前团队的恩怨 如果属实会继续追究 北棒的处理程序也继续进行 这个博主在时尚圈是有新人脉的 很多明星跟他互关 有些秀人明星团队会通过他跟品牌借衣服 他跟张一新合作过 因为借衣服产生了几次摩擦 其实合作方吐槽合作艺人是很常见的事 因为在这层面的关系中 艺人是甲方 工作人员是乙方 工作过的小伙伴应该都懂 大部分的甲方都很难搞 双方态度都非常强硬 时光群众们也被换分成两派 一部分人觉得娱乐圈确实很乱 张一新选妃虽不知真假 但还是希望徐锋利能放出实锤 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张一新一直很有事业心 不会干自毁虔诚的事 徐锋利的前合作伙伴 发文力挺张一新 穿许就是在蹭热度 没事找事 手上根本就没有实质心的证据 但网友还劝徐锋利别搞事情 另一位时尚网站的创始人也出面发声 称自己之前有一个大牌合作 但明星方面的代理人很不专业 所以抱怨了一番 徐锋利得知是谁后 立马将两人的聊天记录发给品牌方 试图自己拿下这个活动 后来徐锋利在评论区 发文称张一新得罪了很多客户 他们就想让这位小鲜肉收敛一些 团队不要这么嚣张 他这份话中明确表示当事人确实有证据 但除非是获不得已的情况 虽然根本不会放出实锤 令人意外的是 20日凌晨6点左右 徐锋利突然发文道歉 自称2015年和张一新前团队闹过矛盾 于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 发布布式言论 张一新虽然不是母胎solo 但平时接触的女性有限 仍不是海王类型 而且他妈妈管他管得严格 安排的助理都是随时汇报 工作室实际上已是妈妈主管 找到工作人员 转正前提要认可艺人和妈妈 他工作室很折腾人 工作人员流动性大 现在选秀埋了 他工资已经前三人员了 这个公司他投了不少钱 所以这段时间 打包谈了很多商务 填补空缺 影视自愿主要看他自己站队了 抱的大腿都是业内大前辈 他在演戏上是有野心的 拍戏也会带表演老师进组 王力宏的瓜牵扯到多位女明星 其中说他影响最大的是 白兔妹妹孙宇 先是台媒爆料 王力宏出轨孙宇 白兔发出名否认 但没有什么人性 随后又称已经报警 却被李静磊反锤 李表示可以提供孙小三证据 紧接着白兔又被拔出假报警 孙宇发长吼回应自己 2012年跟王力宏正式交往 李静磊2013年10月 才正式跟王力宏约会 得知王力宏婚讯后 跟其分手 并在2015年沪山威姐好友 所谓何赵也是2013年拍的 为了弃当时的男友何又君 嫌外之意自己被小三 结果再次被李静打脸 李表示结婚后 王和孙都改为使用另一个软件聊 还包出孙宇特地换上的裸照头像 孙宇这波主持班旗时都砸自己的脚 还反手送了何又君一顶过气绿帽 不过这俩在交往期间 各自划边新闻都不少 2014年孙宇和何又君恋爱 按照李静磊爆出的信息 孙宇2015年8月 用果照头像联系王力宏 9月让团队发出疑似运度照片 10月何又君自保着急 并向女友忏悔 没多久掰兔又被派到 跟徐峥 王小飞 王中磊聚餐喝酒 2015年12月底 两人分手 分手也一爆是因为女方偷吃 还有说是何又君妈妈 四太觉得孙宇配不上自己儿子 毕竟她自己也不算真正嫁入豪门 当年赌王娶三姨太四姨太 都没有领证 值办了酒席 哪怕现在西梦瑶二胎都生了 四太还没让西梦瑶进家门呢 豪门确实不好进 两人分手后各自快速有了新的伴侣 何又君找了扶伤女儿 分手后更新梦瑶好到了现在 孙宇先是交个法国籍全外男士 又跟肖亚轩前夫二代男友传出绯闻 这两年签了哇唧唧哇 又跟同公司胡宇童传暧昧 出道到现在 作品没什么人知道 全是整容感情负面出圈 周锦伦这两天也忙得跟瓜田里的渣一样 熬夜不睡觉 吃王力宏的瓜 先是被发现取关王力宏 王力宏翻手取关周锦伦昌话大粉 昨天凌晨两点周锦伦还顺便发了波 红难财 让睡不着的瓜友去看他的周游记 周董助理以后老铁方文山也点赞了 李静磊捶王力宏的硬死 大仇得报 他俩的恩怨要追溯到14年前 2005年左右 王与歌坛神星打架 各个走音乐才子路线 用现在的粉圈术语来说 王力宏周杰伦当年是禁品 当然结果是王力宏家陶哲 都打不过成年榜单 断层第一的周杰伦 2007年王力宏专辑出版后 反响平平 输给当时榜二的罗志祥 他指责某唱片公司几下议员 有买宝行为 说要开新闻发布会 让罗志祥澄清 到底怎么回事 还拉来周杰伦帮忙站台 结果发布会 当天周杰伦如约赶来 发起人王力宏没来 理由是拉西了 最后就变成周杰伦跑轰买宝 这口黑锅趴机扣在周杰伦头上 这是两人恩怨的开始 不仅如此 王力宏多次外出找美女 旷明周先生坑周杰伦 周杰伦开通因子多年 一直没有关注王力宏 今年两人一起参加 共同好友饭局 关系逐渐破冰 结果王力宏翻车后 周杰伦又火速取关 男性的友情也很塑料啊 周杰伦性格很直接 也比较记仇 他跟王毅 以及毛果前高层闹过矛盾 后面却一直不再合作了 王力宏这次翻车 有点强导众人推 因为他不止一次用朋友来炒作 当初刚出道那会儿 公司想把他打造成第二个张徐友 结果专辑销量不好 公司进行运作 他跟当时如日中天的李文恋情 让他知名度飞涨 包括跟李某迪 全名吃瓜的 飞文 双方团队都没少推波助澜 因为才此感情都挺丰沛 他们也喜欢去一点找灵感 周董结婚前 飞文确实多 不过婚后跟昆凌感情 总体来说挺好 而且他对昆凌很大方 昆凌想进娱乐圈发展 他没有强势让女方做全职家庭主妇 而是用自己的人脉 给他介绍工作机会 还自己投资电影给昆凌拍 在昆凌进时尚圈 感情私事只要不是当事人出来开丝 对明星来说就是花边新闻 造成不了实质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张继克也被爆出 有一个孩子 恋爱都没有官宣 直接爆出来孩子瓜 据说孩子他妈叫张蕊 是位造型师 还是白百合现在张思琳的前妻 前段时间白百合被爆生了二胎 二胎生父就是张思琳 两人在大学就是初恋 分开多年后又重新在一起 旧情夫人很快怀孕 还被拍到过一起产检 乍一听破镜重圆的故事还挺美好 不过当时张思琳和张蕊 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 臭鬼瓜虽迟淡道 某狗仔的漫画也说了 在女星的劝说下 前男友和妻子提出了离婚 如果漫画属实 张蕊确实有点惨了 郑游和张继克的恋情传闻 大概可以追溯到去年 张蕊在硬丝上筛的照片 放大一看就是张继克本科 各种情侣同款也安排上了 加上张继克日常照中的地面 和张蕊家里的地面一模一样 感觉同居没跑了 张蕊还和张继克父母一起旅行过 这次家长都接完了 再看看张继克定制的高尔夫球 KR是不是有当初张继克 景田官宣的KT那味儿了 12月张继克又被拍到和短发美女 在三亚共度三天三夜 有图有真相 图片里的美女 无论身材还是发型 都和张蕊很像 不过张继克工作室 依旧尽情地装死 宽若无事发生 至于孩子瓜 起因是去年年末 张继克老爸发的微博 有一句血缘增 今年新月有人在妇产科 偶遇张继克 据说张继克陪着女朋友 还躲躲闪闪的 现在突然爆出来 有点给王某人挡枪的意思 不过张蕊帅的照片里 都明目张胆地出现张继克了 估计是想公开的 但张继克或许还没有这个意思 目前张继克工作室 否认得隐婚生子的瓜 如今绿身寒的效力 懂得都懂 其实公布公开 都是他俩自己的事 只要没书轨 没CP 没有道德问题 就不是啥大事 今年各位明星 真是以一己之力 提高了娱乐圈 瓜的门槛 不过还是追悶一下公开 并今年年底了 有啥瓜 一起上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